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 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YouTube上直播已经开始 我们要拜托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 分享留言按赞 还有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今天报纸我们当然先从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 美中贸易大战来看起 时间应该就是台北时间的清晨五点钟 美国华府时间的九号的 这傍晚的五点钟 在刘鹤九号到了之后 马上现在正在进行 为期两天的谈判 今天在报纸当中 当然就是这个焦点 联合报的头版二题说 加税大限到了 就是美国时间的星期五 美中现在就是进行摊牌了 刘鹤抵达了华府之后 关键谈判就跟时间赛跑 全球都非常的关注 好 在刘鹤抵达之后 立刻展开关键性的磋商 在川普宣布加征关税期限前 只剩下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 来赛跑了 就是避免走向互相 来加征关税的这个双输的局面 这会进而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还有景气的衰退 所以其实美中之间就有点恐怖平衡 看看到底能不能够有什么结果出来 欧商时报间头版头条告诉说 在关税人跟火箭人的捣乱情况之下 全球股市都哀嚎 好 但关税人指的就是川普 火箭人指的就是金正恩了 因为北韩这几天其实又是动作平平 北韩在六天当中两次的试射了不明的物体 所以说是不是又在试射导弹呢 朝鲜半岛的情势紧张之下 全球的股市当中这两大利空冲击哀鸿遍野 像是台北股市昨天就恐慌的卖压大举出笼 三大法人卖超了202.2亿元 五月来法人偏多操作告一段落 而欧美股市也是全面同步下挫的 昨天台股中场是大跌了190点 说在10733点进入了季线的保卫站 台币方面也是偏弱的 台币的汇率贬值了3.6分 收在30.956 是超过半年来的新低 总成交量16.21亿元 这是美元了 这是两周来的最大的 所以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说着热钱落跑 使得股汇的双杀 好但公股进场护盘 台币向上利手31块钱的大关 另外我看到总统府说 蔡英文总统在今天会召开国安会议 会中会就美中贸易冲突局势 进行最新的研判 并且拟定我们政府的相关策略 好但全球都在关注今天开始的这个贸易谈判 另外呢今天工商时报说 美中如果撕破脸的话呢 人民币恐怕会贬到8块钱 好今天其实各报在政治方面的焦点不算多 大概政治焦点最多的就是中国时报了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 他们还是谈韩国瑜 说韩国瑜的民调是一枝独秀 所以今天那夜当中其实有望望忠实 他们对于韩国瑜做的民调 说如果到时候是韩国瑜 蔡英文跟柯文哲的 这Saka都在赛局的话呢 韩国瑜的支持度是44.2% 好44.2%还就说 韩国瑜呢 他是老中青通吃 完胜柯文哲 另外忠实也特别提到了 韩国瑜在他的所谓本命区就是高雄 这边的支持度不但是大幅的超越了蔡英文跟赖清德 即便是柯文哲参选 韩国瑜也至少领先20个百分点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即便是高雄市民好像也是支持韩国瑜来参选总统的 好的 这当然是望望忠实的民调 好忠实报今天头版头条是怎么说呢 他说 现在你看这韩国瑜的民调是一枝独秀 就绿营这边就是清朝在打韩国瑜 说呢 现在民进党已经把韩国瑜当成是头号的战犯在围剿了 使出了打韩三招 第一个就是先在议会当中来钳制韩国瑜 塑造他是不懂市政的大老粗 好 之前的这个黄杰 这位时代力量的女议员呢 这个事情之后呢 其实昨天还看到了像什么六小福啦 康玉成啊 这么陆陆续续在镜头当中 像昨天一直问韩国瑜一些关于这个 相关的一些市政问题 那么韩国瑜呢 被形容说有八度跳针 就不断地把这个球就丢给说 我请这个财政局长回答 请其他的官员回答 那么他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被剪接在网络上面看起来 好像他又不断地跳针 对市政好像非常的不熟悉 所以呢 瑞云就是在镜头前 把韩国瑜塑造成 一问三不知的大老粗的一个形象 那么接着呢 把自贸区说成是 洗产地卖台跟扣上红帽子 最后一招呢 就是出动网军 妖魔化韩流的支持者 所以这是一连串的设计 现在还有韩粉甲韩粉等等 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打压 甚至围剿韩国瑜的做法 现在中国时报做到了头版头条 好 今天中时还有关心柯文哲 今天星期五 之前我们在这早报新闻也提到说 星期五在台北市来说 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台北市的市长选举 无效诉讼今天的一审宣判 中时就说这判决的结果 会牵动未来一年的政局 但关注的是柯文哲的动态 不管结论如何 都是柯文哲进逐总统的一个转列点 会牵动台湾 因为柯文哲只要胜诉的话呢 当然就有助于他扫除连任的正当性不足的阴霾 如果败诉的话呢 他必须可能会循着当年艾滋器官捐赠案 遭到弹劾的模式 到时候塑造出被压迫的这个悲情牌之后呢 就顺势来参选总统 这会不是柯文哲接下来可能的一些动作呢 好今天会观察 另外呢 柯文哲其实选不选 他最近的态度都还是蛮被动的 其实在观察 他观察什么呢 隔山关虎斗 关键就看看你蓝跟绿各自是谁出现 他是不是再来评估 自己要不要参选2020 好今天的这个选举 台北市市长选举无效诉讼的一审宣判呢 其实在重新验票之后呢 丁守中还是输更多呢 不过丁守中很有风度 他今天会亲自来聆听判决 赖清德现在人在日本 今天在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内也说 这赖清德到日本的国会 那么安倍的弟弟非常的捧场 其实赖清德这边呢 他跟日本也提到了 日方非常关切 台湾去年所通过的公投 禁止开放核灾食品来台湾 赖清德则是说 采取国际食品的标准就好了 他说他非常有信心呢 将来台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蔡英文的部分 自由时报说 蔡英文总统昨天视察了高雄的乔科 这边他说呢 这高雄的乔头科学园区的进度的时候 他说啊这个承诺是一辈子的 去年底对高雄相亲承诺过的乔科建设 可行性评估已经通过了 行政委已经准备要核定了 他强调说答应高雄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在这个自经区的问题方面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当中有 我们的经济部长怎么样来看自经区呢 这经济部长沈荣金也算是财经专家 他他的看法好像跟这个蓝银的一些说法 感觉蛮奇异蛮大的 他说呢 这自经区所喊的是货出去 钱进来 但是法案却是让中国的材料进来加工 成品还可以内销 虽会变成中国货进来 但是钱就出去了 这会冲击到台湾的产业社会也不乐见 而且他说他问了一些产业界 都觉得目前自贸港区等制度 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了 不需要特别再去什么设立自经区 蔡英文其实昨天也谈到了自经区的问题 他说呢 这自经区的概念是上任 上任政府在五年前没有成功的方案 再拿出来这是已经不合时宜了 而这个陈其迈也说 韩国瑜没有把握机会好好跟市民说清楚 实在是有些可惜 韩国瑜昨天表示说呢 高雄市府会写一份说帖 向行政院报告并且争取支持 自由事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 中国厂商捐款给这南庄国中的一个争议事件 因为苗栗县立的南庄国中 他们是四月底举办一个中国厂商 捐了六十万元赞助营养午餐这个仪式 就在这个捐赠的仪式当中呢 他们有拉出这个布条 布条上面有些可能看得觉得比较不舒服的字眼 甚至还是遮掉了中华民国的这个年号 就被遮掉了 所以就说这中国的统战计量已经走出了学校 教育机关应该要好好来面对这个事情 旺报今天头版头条是说 这个绿的限领居住证 就是要求我们台湾在大陆的这个民众 不能够免当地的居住证 但是你虽然做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破功了 因为说民生便利胜过了统独 在台的在大陆的台胞呢 已经超过十万人来领大陆的居住证了 同婚专法的问题 联合报说 挺同反同团体针对同婚专法的角力 就昨天的协商之后 下周二会逐条表决讨论 没有达到共识条文保留在下周五的院会表决 并且列为第一案 可以开会到晚上12点之前 把它完成好 这时间点是下周五的院会会做表决 另外就是公教年改 北高型裁定庭审并且申请示线 质疑部分的条文违反了法律不肃及既往财产权的保障 而继不当党产条例之后 是法官再对蔡政府争议法案来申请示线 中国时报今天也有高等行政法院认定 Uber的抗罚一亿元胜诉 这一亿元不用罚了 总共是四张2500万元的罚单 因为说这公路总局是没有管辖权 认为说Uber它的罚责的机关 应该是台北市政府公路主管机关 来做成处分 也就公路总局当初这一亿元的罚单 现在Uber是胜诉了 林佳龙觉得说这罢工群应该有期限 再有关于长荣航空的劳资 纠纷的越演越烈 今天林佳龙的说法 中国时报那页报道 好 这就今天的10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10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下周一空中再会了 拜拜